大家先想要不要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大家好 我是烏尾如雲 是 我想今天真的非常的開心 可以邀請到我們如雲 帶入我們SONY華山坊的開幕大使 因為我們覺得你的形象就非常符合 你看喔 平常你可以看到我們如雲的 不管是音樂創作方面 你覺得文青應該要有什麼樣的特質 像是穿著啊 或是他們會喜歡看什麼書啊之類的 我覺得以我自己自我的觀念 我覺得文青應該就是身上都會帶一些書啊 尼采的詩情啊 或什麼的 然後一定會有單眼相機 地片相機 或是耳機 專業的耳機 然後 條紋的上衣 格子襯衫 格子襯衫 然後可能緊身褲 對不對 直筒褲 直筒褲 不一定是緊身 對 直筒褲 還有馬丁鞋 對 這就是一個文青的代表 就是這個樣子 好像大概就是都會長成這個樣 就會是這個樣 那其實在今天啊 我知道在我們的SONY 手機啊 相機啊 電影相機 那我覺得今天非常開心 可以受邀來男人SONY華真房的嘉賓 非常感謝 然後也讓我用這個 就是我平常在使用的SONY相機 然後拍了一些照片 然後可以今天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是 我真的非常的謝謝 那當然我想要問一下就是說 你平常攝影的風格是怎麼樣 你是喜歡拍人像嗎 還是風景 我都拍耶 我其實覺得看到漂亮的構圖 我就會覺得有感覺我就會拍 是 你覺得這裡好漂亮 嗯 得了 就看到就直接拍下來 那你有沒有特別喜歡 什麼樣風格的攝影 什麼樣風 應該是比較 比較日本風格一點 日系一點 比如說我去日本的時候 我簡直走到哪裡 我就會等一下我要拍 然後我就會在裡面有拍 或是拍 比如說小學跟放學 我記得有一次去日本 遇到日本的祭典 然後我就跟著自己拍 然後那個 他們還會說 一起來就是跳舞這樣子 是 然後就是拍起來都非常有感覺 對不對 我覺得很好看 那既然你這麼喜歡攝影 而且今天還特別帶了攝影機來 所以這時候就要來問一下囉 好 在平常在攝影的時候 你挑相機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比較你注重的地方 比較注重的地方應該是 畫觸啊 鏡頭啊 或是他的輕巧 因為好攝帶嘛 女生的包包都不喜歡太重 那我這次的作品 我是用那個Sony的RMC版 M4 M4 是 你有你自己隨身攝帶是不是 我有 帶 來你看經紀人現在馬上 從包包拿出來 她 我覺得因為她 很薄 然後她要很包面攝帶 然後重點是 她有一個自己的繩索鏡頭 她的鏡頭是 菜絲的 因為每一種不一樣的鏡頭 會拍出不一樣的風格跟現色 對 然後她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翻轉一步 女生都會喜歡 真的 憲哥就要自拍嗎 你剛剛自拍會有什麼樣的技巧嗎 我就是左臉的 喔 就一定要拍左臉 一定要拍左臉 是 馬上就要 因為我左臉跟右臉就是這樣 所以是你記者們都要拍左臉 左邊 所以選擇這台相機最重要的就是 你剛剛講到她很輕薄 你看剛剛 菁姐馬上從包包裡面就拿出來 非常方便吃 對 然後 呃 吊帶褲前面一個大口袋 你也可以這樣塞 看到好看了就拿出來拍 是 對 然後因為我還會帶一排 底片相機這麼大 嗯 然後我就用一個背帶背著 那這個就是放口袋 或是包包 對 而且它裡面其實也有非常多的效果 像有些比較簡單的模式 那像我自己比較常用 有時候 嗯 想要拍一些好像很專業 對 就可以 黑白模式 我就很喜歡用黑白的對比模式 把對比調高一點 嗯 是 而且其實 圖雲還是以音樂創作為主 對 那你這麼喜歡攝影 你覺得攝影跟你的音樂創作 它是有關係的 它有影響嗎 我覺得 這是非常有影響 那比如說我在拍一張照片的時候 對 然後我會去想說 欸 即使這個角落是有沒有好看 我很想拍 但是我會為它 想一個構圖 然後想一個故事 或是照顧到照片裡面的細節 嗯 那我覺得這樣子 就很像我在鐵哥一樣 就是也是為了這種歌 說一個故事 對 拍一張照也是說一個故事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蠻就是想要所相成 就是在講說故事這個能力的時候 對 其實大家真的不要小看攝影 只是一開始 表達訊息就非常的多 對 雖然它是一個靜止的畫面 是 那其實講到剛剛有說到音樂 我知道很多音樂創作者 對於這個 音質的部分 對 所以你在挑耳機的時候 應該也是 特別 跟別人比起來 你會特別 細膩一點 比較挑一點囉 比較麻煩 哈哈 就是比較難搞是不是 對 我自己有收藏蠻多耳機的 是 大大小小的耳機 簡單的跟 稍微比較專業 那 我今天 脖子上就戴了一個 是 這是我們SonyHear耳機 對不對 這是一個造型喔 這個 因為我一來我就覺得 為它有點興奮的瘋狂 真的 因為它 它沒有線 它是藍牙 藍牙 我覺得這在外面跑步出去幹嘛 都可以戴著 對 然後重點是它是 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試聽它是 high rise的 音質 它可以讓 即使你的音樂園不是high rise 它都可以幫你level up 就變成升級到音質比較好的音樂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超厲害的 而且它裡面好像還可以內建音樂 是 而且